穿越乱世,一笑三国 在一个普通的现代年轻人李明的生活中,一次奇怪的事件发生了 他无意中获得了一本古老的书籍,书中记录着关于三国时期的历史和一些奇特的穿越方式 被好奇心驱使,李明按照书上的指示做了一些动作,结果竟然穿越到了三国时期 一开始,李明感到十分恐慌和无助,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 对于这个时代的生存方式和规则一无所知 但是很快,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无所有 他手里还有一本关于三国历史的书籍,而且他还被赋予了一个神秘的任务 任务很简单,他需要在一年内称帝 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李明决定接受挑战 于是,他开始寻找机会,建立自己的势力 第一次机会出现在洛阳 董卓刚刚挂进洛阳的财富,准备逃往长安 李明趁着混乱,用自己的一点现代知识 建立了一座城市,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一方霸主 然而,他无意间成了钉子户,引来了诸多的麻烦 接下来,李明遇到了关羽,张飞和刘备等三英雄 却误会停住是菜鸟,导致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虽然最终他们化解了误会,但李明也因此失去了一颗牙齿 在江东,李明巧妙利用元术,又使他的兄弟成为仇敌 导致了诸侯大战的爆发 而他在这场战争中,竟然轻松地夺取了徐州 然而,事情并不尽如人意 在一次与马腾的战斗中,李明陷入了险境 幸好有女云路挺身而出,帮助他逃过了一劫 但随后却被囚禁,被杨明威逼利用 就在关键时刻,一位美丽的女子突然出现 救下了李明,自称为师父 这位师父还有一位师太,他们带领李明学习武艺 使他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最后,李明在混乱中取得了一席之地 在这个陌生的时代中,他不仅生存了下来 还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势力 而他的穿越之旅也正式开始了 当李明穿越到三国时期 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关于三国历史的知识 但他并没有料到自己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他在洛阳建立了一座城市 试图躲避混乱的战乱 但他的城市很快就成为了众多势力争夺的焦点 李明尝试通过现代知识来改善城市的建设和管理 但很快发现自己的力量有限 在与董卓的对抗中 他被迫依靠其他势力的支持才得以幸存 然而,他的行动也引起了其他势力的不满 他成了众人眼中的钉子户 在与三英的误会中 李明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 无法在这个乱世中立足 于是,他开始寻找盟友 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与元树的勾结中 他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也引来了更多的敌人 尽管李明在江东遇到了一些挫折 但他并没有放弃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他结识了一位神秘的美女 他们一起合作 使得李明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 同时,他也学会了更多的武艺 提升了自己的实力 在混乱的徐州之战中 李明展现了他的智慧和勇气 成功地夺取了徐州 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一方把主 但他也因此引来了更多的挑战和危险 在与马腾的战斗中 他险些丧命 幸好有女云路的帮助才得以逃脱 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和考验 李明逐渐成长起来 不仅在这个陌生的时代中生存了下来 还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势力 他的穿越之旅也并未结束 新的冒险和挑战正在等待着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